今天他们叫我谈一下花剧 我说谈什么 跟我讲了一个好消息 原来我们有肯来报 我们耿传媒的很多订户已经 过了五万了 这当然是很好的消息 那这巧得很 我今天主要就是在讲那些烂门体 凭什么到处 掌握特权 四处为虐 在那边吃香喝辣的 对比我们耿传媒 辛辛苦苦 资源很少 可是努力不懈 坚持不放 对比就知道高价立判 所以朋友们 大家互相加油 那我也很希望 想尽办法你们再传播出去 像我今天对着那个什么烂 什么关我什么了事那种 丢到那么绿的这个群组去 不回去有种就来 我们应该在不断的扩散 我们的战斗力 而且不要气馁 因为他们好像铺天开地 整个现在台湾的 媒体界大部分都是绿色 TPBS也是有点 不得已小心翼翼 中天已经变成是一个网路电视 那像我们 在这种情况下 耿传媒还是 要坚持 能够有这个媒体的战斗的精神 那媒体之间 本来就要相互批判 这样大家天天只是骂政府 骂吴钊界这些无耻之徒 我跟你讲 这些共同著作文业的媒体 将来要彻底的清算 一定要把他们过去几十年来 所赚的所有的黑心钱 全部连本带利的吐出来 而且所有在过去从事这些 二职节目的这些共犯 一定要加以转型正义的审判 什么叫转型正义 不要在那个时候 大家温良公钱 特别很多男的 又拿回政权 赶快享受政权 马英九就是这样 没有把前面的毒清干净 结果反扑 农肿 脏夹了 今天落实结果 所以为什么要指出这些人 他们反正万一输了 你们也大家说哈哈嘛 台湾就是这样这样混嘛 我前面在讲那个没想说 大家互相不为难嘛 你唱你的 我唱我的 你骗你的 我骗我的 就是这种大家的相悦 让这种烂节目可以持续存在 就算挣钱更迭 就算人民一再的希望能够有变化 它还是依然不变 他们变成是一个 共犯结构持续在那里 所以我是觉得 这是台湾 如果要把毒清干净 一定绝不再容许 而且要往前清散 而且要彻底清散 这样子才会有是非 才又有健康 好的媒体环境 感谢大家这次耿传媒 继续加油